巴黎奥运周期已经结束 中国女排也已解散 球队中部分球员明确表达了退役或离开的想法 就连核心球员李盈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 自己有可能无法坚持到下届奥运会 那么洛杉矶奥运周期 谁会接棒李盈盈成为女排新核心呢 李盈盈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 对得起核心二字 她排在得分榜第五 扣球榜第六 发球榜并列第一的位置 是除了闯入四强队伍里排名最高的边攻 中国女排能够在小组赛大杀四方 和李盈盈突破了心魔 面对高篮网没有胆怯有关 且李盈盈还承担了队伍三轮的遗传 可惜李盈盈已萌生退役 中国女排要想在洛杉矶奥运 保持世界一流水平 就必须培养出新的核心球员 从目前国家队的边攻配备来看 如果李盈盈不打的话 那么也就只剩下吴梦杰和庄宇山 能够坚持到下届奥运会 朱婷 张长宁 龚翔宇和郑一新 都有可能离开国家队 吴梦杰从去年开始 就被中国女排重点培养 参加了亚运会 奥资赛和奥运会 虽然发挥不错 但如果要以核心来论处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比如心理素质 进攻火力等 吴梦杰弹跳高度很可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力量不足 他越打得后期越不下球 现在只能当做骑兵 奥运会上的几次上场 吴梦杰虽说顶住了一场 但质量并不高 大多数都是以起高和接近三米线为主 此外 淘汰赛空网扣球出界 也说明他心理素质的缺失 这也并非吴梦杰首次打丢关键球 亚锦赛冠亚军争夺战第五局关键分 也是吴梦杰的失误 让中国女排二队丢冠 心理素质 进攻火力和后排保障 都是吴梦杰需要改进和克服的 虽说有如此多的不足 但考虑到下周期编工的人才储备 吴梦杰是最有希望接班 李盈盈成为核心的存在 另一位参加了奥运会的年轻主公是庄宇山 他全程批卡 未获得一分钟的出场机会 作为世青赛的MVP 庄宇山有自己的优缺点 他的定位应该是偏保障类型 身高矮是庄宇山最大的劣势 或许有人会拿加比说是 但我们要知道 加比尽管矮 可弹跳和身体素质都很可观 腰腹力量也好 手法技巧也棒 后排保障能力也一流 庄宇山和加比相比还差了很多档次 要想成为核心 必须要有很好的下球率和后排保障能力 庄宇山若想成为下一个加比 就需要全方位提升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